老公出轨了 还和小三一起在我的床上亲热 不仅如此 老公还找人绑架我 我把狗男女狠狠报复了 我回家看到房门没有关 我推开门了 看到老公和狐狸精在缠绵 那一刻我的天塌了下来 啊 我们俩人相恋三年 结婚八年 一直都很恩爱 可没想到 她竟然出轨了 而且对方还是一个年纪不小的女同事 这实在是太讽刺了 本来我以为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的王子和公主一样 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可没想到 现实总是残酷的 可是我一直都相信她 从来没有怀疑过 我和王位认识那么多年了 婚后不久就生下了女儿痘痘 可没想到 现实给了我一个致命一期 我从小就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下长大的 好不容易长大成人 幻想着甜蜜的爱情 我是真的想好好地和她过日子 以为可以和爱人永远不分离 可是 他们竟然在我们的的床上亲热了 畜生 你们对得起我吗 这时候 他们看着我 小三得意看着我 姐姐 你老公爱的是我 你这个家庭主妇就知道花安威的钱 你对得起她吗 你们要干什么 王威 你对得起我们母女吗 我心碎地一直掉眼泪 我的家庭彻底破碎了 我多么渴望被爱 可是最爱的男人伤我太深 我一直都想要一份真挚的感情 给丈夫孩子幸福下去 可是 现实狠狠打了我的脸 我没想到自己的老公会背叛我 还直接把小三带回家了 痛苦不满我的毛子 全身疼痛死了 仿佛被大车把身心狠狠碾碎 眼泪不断流淌 我的世界崩塌了 我都想这一生可以不被辜负 可是终究不是一个幸运的人 王威把衣服穿了 指着我冷笑又厌恶至极 你看你这个鬼样子 又老又胖 哪个男人会喜欢 每次和你同房简直让我饿心想土 我没想到他如此不要脸 我心碎至极 我给家里省吃俭用 我每天为了孩子 为了你们忙来忙去 我连喝口水的时间都没有 你居然有脸嫌我人老猪黄 开公司是我家里出来一大半 我也来业务 我给你给你爸妈 弟妹买名牌 现在痘痘生病了 我不得不停下事业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 我为这个家付出那么多 竟然换来了他的轻视与嫌弃 果然男人没几个好东西 我属于打扮 为了家对自己省吃俭用 把自己最好的捧给他们 没想到是这样的结局 不仅如此 老公婆家还重男轻女 非要我放下工作生儿子 我爱女儿 我不觉得儿子就比女儿重要 可是我也爱老公 我也不得不听他们的再要一胎 说好了 不管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我不再生三胎了 今天我为了给老公惊喜提前回家 果然是惊喜 他和朱天填滚床单了 他是我的大学室友 手脚不干净 经常偷我们的东西 牙膏用 不仅如此 我们的名牌香水他也用 他根本没有顺利毕业 根本不可能进公司 因为会讨好客户能喝酒 业绩不错 我也不管了 不计较他以前做过的事 没想到他不仅偷东西 还偷我的男人 见货 你们这对狗男女去死 我挥手就要打两个人 朱天填达达音哭了起来 马上用雪白的身材 往我老公怀里挤压 阿威哥哥 你看阿姨多凶啊 居然这么对人家 王威心疼伯伯他他几口 宝贝不要怕 这个肥婆我才不喜欢 如果不是他当年逼我娶他 我才不要呢 畜生 当年明明是你非要追求我 死皮赖脸每天缠着我 给我送礼物 还哭着对我父母说会对我好一辈子的 如果不是你会伪装自己 我怎么会对接受你这个穷小子 当年老娘也是校花 是北大毕业的 你这个有七个兄弟姐妹的二本凤凰男 怎么配得上我 王威被我揭穿了从前 马上恼羞成怒了 死肥婆闭嘴 我才不喜欢你 他当初不仅看上我好看 更是家里富裕 父母保护我太好 不懂得人心险乐 别人对我好一份就想回报时分 我以为他是上进的男人 不和那些吃喝玩乐 每天换女人的富二代不一样 我只在乎人 忽略了他的出身 我以为爱情可以改变一切 我并不在乎他家里穷苦 可是呢 我对这个畜生付出钱 付出爱 付出一切 他却和小三做出不迟的事情来 我可以容忍男人普通 我不能接受出轨 肮脏的狗 怎么配得上我 我真的是瞎了眼 看错了人 我准备撕扯小三的龟娇脸 谁知道王薇直接把我推到地上了 够了 你现在靠我养着 还有脸和一家支主顶嘴 哪个成功男人身边没有很多女人 我在地上无助冷笑 他不仅出轨还敢对我动手 你太脏了 恶心 还有脸把不要脸的事当作正常 我身边的家教好的男孩 都是不嫖娼的 谈恋了 一两个就结婚了 好男人是不在社会上流通的 不是别人的 就是已经死了 王薇还有脸把出轨当作正常 这样的三观真是震碎我了 他不仅没有羞愧 还曾和我揭开 他是靠老婆 靠岳父母的软饭男 所以才会如此生气 阿姨你这么激动干什么 阿薇哥哥爱的当然是我啊 他说过会和你离婚娶我的 可惜你没有等到那一天 朱甜甜笑眯眯的看着我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看起来是甜妹 实际上心肠歹毒 这对狗男女要把我气得吐血了 我气得身子发抖 可惜还被王薇钳制住了 他把朱甜甜搂在怀里安慰 宝贝乖啊 我会对你好的 不要和这个死肥婆废话了 现在公司没有你 我照样可以运营很好 狗男人把我利用完了就丢掉了 他以为没有我公司可以更好 朱甜甜故意亲了王薇 扭着他做的假胸假屁股 阿薇哥哥 这种丑八怪真的配不上你 你那么棒 他居然不懂得珍惜 只有我心疼哥哥辛苦工作 狐狸精还有脸装出关心金主的样子 你这种贱货不知道多少男人睡过了 王薇你的眼光也太差了 找野女人也不找十八岁的 我站了起来 嘲笑了他们 王薇指着我鼻子 我看你是极度甜甜 你哪一点能和我宝贝比 我当然比不上他伺候老男人的技术好 你们这对狗男女喜欢在一起 我也无所谓 我就不信离婚了 不能带痘的过上好日子 我也庆幸自己发现狗男人出轨 否则我怀二宝了才知道的多么恶心 男人挽不住下半身 就应该切掉 王薇这种视力眼 绝对适合小三玩一玩 不可能娶回家的 男人这种东西喜欢偷吃 可是必须权衡力 必取对自己最有用的女人 要么选择对事业有帮助的女人 要么服从自己的女人 她们在不同阶段想要的女人不一样 凤凰男翅膀硬朗 自然想要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女人 我性格直率 没有狐狸精那么会巴结男人 可是我是实打实对王家付出 最终还是失望收场 我不会为不值得的人哭 因为我必须对自己好 这年头离开狗男人是解脱 离婚也不是什么大罪 老公出轨还忍气吞声 说明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 我本来就不需要依附男人活着 我有女儿就够了 我还有爱我的家人 当然 我不会这么让狗男女得意的 我不许她离婚分走我的财产 女人结婚前想着天长地久 谁知道男方机关算尽呢 我也不想离婚了讲究利益 可是婚姻法只保护财产 并不保护感情 为了国家付出一切也没用 我必须把自己的东西紧紧攥在手里 我拿起花瓶砸到了王威的头上 她马上流血了 她一定没想到平时对她百依百顺的老婆 会有一天砸她 朱田田吓坏了抱紧她亲爱的 你没事吧 呜呜 没事 王威抱住朱田田吻了她一下 还想要亲她 我把王威踹倒在地上 狠狠地踩她的肚子 见人 老娘送你们一程 我也被气得流血了 这对狗男女 真是该死 我好后悔 当初没有听妈妈的话 这几年为了王威放弃自己的工作 甘愿做她的全职太太 还要忍气吞声 为了不离婚在婆家让着小姑子 我真是蠢得无可救药 女人是不可以恋爱脑的 否则只会伤害自己 这里让我太伤心了 我转身离开 我让哥哥开车带着女儿 回自己的别墅了 这是我结婚前 爸爸妈妈给我买的 让我不要告诉婆家 他们有先见之明 怕我受委屈了无处可去 毕竟和婆家闹矛盾 不想回娘家 害他们担心 婚姻从来都是不容易的 既然狗男人不懂得珍惜 我也不会让他好过的 我找了最好的律师 我一定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我必须要让王威静深出户 还有朱田田那个小三 他们都该为自己所做的蠢事付出代价 我也要女儿的抚养权 不会离开他的 婚姻不幸福 伤害最大的还是孩子 我要搜集更多老公出轨的证据 我还要找王家的证据 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不能便宜了这对狗男女 婆家对我也不好 花我的钱 还有脸欺负我 我必须要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下 让他们付出代价 我也要狠狠地报复王威 这种渣男不能留 这一切都是他的错 让他们自食恶果吧 我拿出了手机打电话 飞客上网查找老公王威出轨的证据 男人的手机秘密最多了 既然他们对我不好 那么就别怪我对他们不客气了 宝宝 你什么时候和死女人离婚 亲爱的 不急 我们毕竟有孩子了 王威看着朱甜甜 一脸的深情 可是 我都已经怀孕了 我会对你负责的 宝贝 王威抱紧了朱甜甜 还在她的脸上亲了一口 讨厌 老公 我喝着咖啡 心绪不宁 王威不仅有一个小三 每天和不同的女人开房 她还经常去酒吧 彻夜不归 我也知道自己的压力很大 可是为了女儿 我必须要抗住所有的压力 她就知道对女人甜言蜜语 平时对我冷淡 果然男人对老婆越来越差 我也不会再对她抱有任何的希望 逗逗总是不开心想爸爸 我只能哄她 以后 她会知道我是正确的 黑客给我看了很多 关于王威出轨的证据 还有开放的记录 我都一一保存好了 就等着王威下地狱了 毕竟她做过那么多件不得人的事情 可是我小瞧她了 我准备出去找律师详谈 就有一辆黑色面包车过来了 他们马上给我套头 把明耀的白布捂着我的口鼻 我看不见他们的样貌 但是能够感觉到他们身上那种令人作呕的腐臭味 放开我 你们是谁 放开我 我大声叫喊道 可是根本没有人答应我 有人让我们随便对待你 哈哈 你虽然胖了 长个还行 其中一个男人突然音笑着说道 你们要干什么 你们要带我去哪里 我无法叫喊道 我越来越困 但是显然这里只有那两个蒙着眼睛的歹徒 并没有一个人来救我 你们别伤害我 我给你们钱 别过来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知道我在这 莫非 我身边也有王威的人 这个畜生太黑心了 可是那两个歹徒却对我毫不畏惧 把我给抬走了 畜生 你们放开我 他们把我带到了郊外 荒芜人烟 他们打开了手机录像 嘿嘿 我们要拍下来了哦 谁让你得罪人了 我哭着 眼泪一直坠落 我出双倍的钱 求你们放过我 王威的钱不如我的多 我猜得出是他做的 为了报复我他还真是恶心至极 一点夫妻情分都不在乎了 你真有钱 我有 他们马上停止撕出我的衣服 我抹去了眼泪 一定要让畜生后悔 我给他们几百万 他们说我的手机早就被王威监控了 怪不得他知道我的计划 我需要你们帮忙 几天后 王威让人带朱田田去非诊所打胎了 王威畜生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 你天天真了 我们王哥怎么会和你这个拜金老女人结婚 你给他生儿子都不配 畜生 他竟然连亲生儿子都要杀死 别废话了 小心我们把你也杀了 拿了二十万就赶紧走 朱田田凄惨叫着 非诊所的堕胎手法特别痛 他的身上是一滩血 哭得甲体都歪了 他眼里充满了仇恨 他不能放过畜生 几天后 朱田田买了新衣服 他要继续打扮自己勾搭有钱人 他上车了 看到了我吓坏了 怎么是你 你想报复王威不是吗 凭借你一个人的力量 你斗得过他吗 朱田田哼了起来 你怎么会帮我 不会是借刀杀人吧 你和我合作 我们是一条船的人了 我怎么会对付你呢 真的 我还会给你一百万 朱田田张大嘴巴了 行 我和你合作 那个也准害惨我了 就连堕胎的钱还要我出 又丑又坏又抠门 我知道他就是要钱 只要能折磨报复渣男 我不在乎方式 此处上害我那么惨 还在我手机安监控 傻逼必须死 这些天我都在执行计划 王威遇到个国外的大老板 赶紧屈公悲喜讨好 杰克也在犹豫 我需要很大的订单 不知道你们公司能不能做 放心 您把项目给我们做 一定让您满意 王威一直被骂吃软饭 所以一定要拿下大单子证明自己 他以为做生意很容易 最近一直不顺 一直想让人刮目相看 这种畜生 虚荣心太重 所以他很容易被迷惑 于是他到处找工厂合作 还有人要低价转让工厂 他就花钱买了 老子这一次一定会成功 看看谁还敢说我靠岳父老婆 娇滴滴的秘书进来了 直接坐他怀里把人吻了 他最近很喜欢这个叫颜一的女孩 十八岁前秃后翘的格外美 不得不说 真的是越看越爱 王威正为自己的事业兴奋 于是就把人按在桌上亲了起来 颜一软乎乎的 舔着嘴唇笑 他摇曳生姿 真的是太好看了 王威觉得十八岁的女孩 才配得上自己 颜一的身材特别棒 真是让人着迷 美女就是让人舒服 王威一下子没力气了 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你真是太迷人了 我的小妖精啊 哥哥 你想要我吗 颜一伸手解开了领口的扣子 他血肤果然很大 很白皙 特别有料 王威被迷住了 他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 他直接把人抱起来了 一把撕开了他的衣服 颜一也是个小妖精 特别勾人 我坐在一边冷漠看着 只要王威不死 我就有机会折磨他 一分钟后 王威累得满头大汗 哥哥 你好棒 颜一声音软糯糯的 特别可爱 要不是为了钱 才不伺候这个杨威男 他不是威风的威 王威胁笑了起来 我爱你 我的宝贝 小妖精 你要给我生孩子 颜一笑了起来 好的 亲爱的 我好爱你 宝贝 王威哈哈大笑了起来 他已经得意死了 不久 工厂设备出现了问题 做出的东西还不合格 王威坚持气疯了 他默默工厂负责人 质问东西为什么会不合格 王威马上去联系其他工厂老板 可是没有人接单 都说很忙 你他妈的 大客户还在等着呢 王威气得发疯了 他没想到会出问题 颜一听说后 十分紧张 怎么办呀 哥哥 我们的合同还要继续吗 以前合作好好的工厂 为什么不接受我公司的订单了 我们做的东西不合格 威胁我们解约 他们也要接受罚款 王威也很着急 怕公司黄了 这些天他也在为公司担忧 失败了 就太丢脸了 王威更加生气了 这群狗娘养的 一定是对手公司搞的鬼 老子现在就去查 颜一安慰道 哥哥 你千万不要着急 王威十分生气 你赶紧陪其他工厂老板 我就靠你了 亲爱的 你要我干什么 嗚嗚 还装呢 你不是经常陪男人睡觉吗 你伺候好他们 我给你钱 不行 哥哥 我只属于你 你必须帮我 项目结束了我给你买房 为了你 我愿意 几天后 王威竟然等到了警察 警察同志 你们怎么来了 你逼迫妇女卖淫 我要逮捕你 所有人都傻眼了 这怎么回事呢 警察同志 我可是好人啊 警察拿出了录音笔 竟然是炎烟声音 王威愤怒极了 他气得发疯了 这个臭婊子 真是阴谷里翻船了了 警察同志 这是假的 我没有那么做 王威已经流汗了 王威笑了起来 想 妈的 你给老子等着 他被逮捕了 还有人举报王威私吞公司财产 朱甜甜也出现在警察局了 他知道王威贪污的秘密 还有派人绑架强暴老婆 要把老婆毁了 王威恨极了 贱人 你居然宠爱我 你才是世界上第一业男人 竟然找人强暴老婆 还逼迫我堕胎 警察同志 我这里都有证据 臭婊子 是你让我绑架他的 你也有份 想害我 你也没有好结果 朱甜甜哭了起来 警察同志 我也是被他逼的 我走进来了 狠狠扇了王威几巴掌 你这种人渣 真应该阴歌 砍去四肢挖眼睛 我没有 警察同志 是朱甜甜做的 老婆 救我 我最爱的人只有你啊 王威不肯承认 王威跪在我面前痛哭了起来 我错了 老婆 是这些贱人勾引我的 我直接把贱男人踢了脸 你就是个人渣 还有脸求我原谅 王威彻底崩溃了 我不能坐牢 否则斗得怎么办 我笑道 我当然会教育好女儿 你这个畜生不配养女儿 求你救救我 我愿意给你分割更多财产 我冷笑 公司本来就是我的 想逃避法律的制裁 做梦吧 王威继续痛哭道 老婆 我们之间是误会啊 我生气极了 你真是个贱畜生 看看你的脸 你的心多么丑陋 证据确凿 王威背叛了零年 被屋里阉割和砍去四肢 我给了颜依一笔钱 他也是个夜店女 需要钱我就让他接近王威的 杰克是我的师兄 也帮我给畜生下套 我的事业越来越好 不久后 朱田被人贩子抓走了 被卖到深山老林里 我们把你卖给老头子 哈哈哈哈 啊 哥哥饶命啊 我给你钱 人贩子根本不听 从此朱田田 就成为老光棍的生意机器 我和女儿每天很开心 她长大了也知道爸爸是错的 不再嚷嚷要爸爸了 而一个二十岁的开不加迪威龙的大帅哥 也在追求我 多久不见 我超过三十岁的飞机 你把你了解 没关系 不过三十岁的飞机 也在改变 不过三十岁的飞机